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Pina Gallery,我是Teresa 很榮幸的我在今年的三月準備前往巴黎的夜杯啤酒交換 對,那我知道觀眾有非常多人也對於交換充滿了憧憬 都有一個出國夢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要大公開分享我的秘籍 到底要如何準備備審以及英文口試 那這邊以下我都會用我自己的申請表 還有我當時在英文面試時所講的自我介紹 還有被問到的問題作為範例跟大家介紹 另外我還製作了一張刑事例 就是要告訴大家如何在一個月內 超級有效率完成所有的申請程序 而且是在交跑學校兩次的條件下 不住在景美的孩子們 掌聲 話不多說趕快進入正題吧 首先你要知道被審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要腦力激漲的地方 就是你的自傳啊 你的讀書計劃 你的申請動機等等 那這部分國際處沒有特別說 規定說你一定要寫哪些東西 所以就因而而異 那這是我的範例 等一下就跟大家稍微做個說明 那再來其他兩個部分 就是準備資料 分成了前期以及後期 前期的資料要一起夾進你的申請表裡 然後交裝給國際處 那後期資料就是 你在繳交你的申請表的時候 要一起交給他的文件 那接下來馬上進入Canva時間 我要用我的申請表 我去年申請表跟大家解釋 大概要怎麼做 OK我現在已經打開我的Canva了 映入眼簾的 就是我的備選資料 好可以看到總共有21頁 那學校規定是說17到22頁 有些人可能後面還會再加一些獎狀之類的 我先來跟大家講個概述 可以看到說第一頁是我們的封面 然後這個封面就是大家都一樣 就是富爾申請表 再來就是可以說是我自傳的一個手圖 那這個可有可無 再來就是目錄的部分 就是你後面做了什麼 然後放在第幾頁可以有的 對然後再來就是自傳 那我自傳的部分就有了四頁 對你不要看下面這個小字 不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申請動機 申請動機就是一頁 那再來就是讀書計劃也是一頁 我接著就可以看到這個是英文版本的手圖 然後後面自傳說的blah blah blah的頁數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就是中翻英 然後做的一模一樣 那再來就是你的成績單 就我剛講的前期資料 成績單總共三張 然後再來就是再學證明 英文檢定 我的內文就不給大家一一閱讀 所以我就把我曾經做過的卓越的事情拿出來 獨立成一張 對 因為看了這麼多廢話 我覺得主選官他們會喜歡看到一個比較有亮點的東西 申請動機就是 一開始你可以先寫一個導演 然後後面再寫兩大動機是什麼 像我就是把它用了兩個小標 一個是體驗生活 一個是選校原因 選校原因就會比較重要了 對 因為有這麼多學校可以選 有這麼多國家可以選 同樣是旅遊到哪裡都還不錯 那你為什麼最終選擇這一件 對所以你要把這件事情給講的具體化一點 所以我就提到說他的兩項課程是非常吸引我的 那再來就是 他的所在地 霸你是藝術時尚文化之都啊等等的 就是要把很官方 可是確實是事實的話寫在上面 那讀書計畫的部分 我就分成了前中後 然後是以例典式的方式來呈現 讓以語言為例子的話 法文英文 我在前中後都有設立不同的目標 對就至少讓主考官可以知道你的 基本上英文口試時間大概就是5到10分鐘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國際處的人員 他在那邊幫你按鈴 提醒你說時間快到了時間快到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好事 就你聽到第二次的時候 你想說要結束了要結束了 妝上面的話 你就是看起來甜面 然後有一點點微正式就好 這也不需要一定要吞高跟鞋皮鞋啊 或是襯衫領帶之類的 那基本上面是就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自我介紹 大概一分鐘 第二個就是三個主審官分別問你問題 那我那時候是遇到一個外師 跟兩個台灣的老師這樣 好的那接下來就進入 我當時怎麼面試的一個流程 一開始我跟我的其他Pina Gallery的夥伴 就是在國際處外面等 然後那邊有座位 然後就是大家都擠在那邊 因為他們一直delay 一直delay 反正就是會有個國際處的人員出來叫你進去 然後你進去的時候 就非常有禮貌的 Good afternoon professors 一下 然後做得很短正 然後這時就有個教授請我自我介紹 並說出你想去交換的兩個理由 就這麼剛好的自我介紹 就被我塞中 因為你知道 每個人一開始都會先練一下自己的自我介紹 但有些人的內容並沒有提到他的申請動機 但是我就剛好有 而且我還講了兩個 所以我超級有自信 然後我講得超順超溜 因為我背得很熟 我知道說自我介紹絕對是他的第一印象 我一定要把這個把持住 尤其是在我可以背手的狀況下 好那我現在就要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當下是怎麼講我的自我介紹 但是因為已經隔了點久了 所以我現在有點難把它背下來 所以我可能會看一下小抄 好那大家就是不要太渴渴了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Teresa My major is radio, television and film and I also minor in journalism I'm an energetic person I love explore new things and culture and make new friends, etc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why I choose EFAP for exchange One is that this school provides two courses that attract me What are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French lessons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EFAP sits right in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 in Paris As a visitor, I could spend a whole semester there learning French and their culture and with Luz, Cathedral and the like If I can admit, these memories definitely will be wonderful and enduring in my life I've already look forward to the journey in EFAP and Paris La Vie et Belle Thank you 我一講完就是露出超級超級官方的微笑 然後當時就是空氣先凝結三十秒 我想說為什麼大家都不講話 然後這時候主考官們就開始互看 對,然後其中一個就開始說 哦,你講得很像在演講耶 就是你怎麼練你的自我介紹的 對,然後我當下真的想說 蛤,這跟交換有關嗎? 就是他就純粹要跟我聊天你知道嗎 我光是講我怎麼練自我介紹就講了一兩分鐘吧 所以前前後後三分鐘就已經過去了 後來孩子問我兩個問題 因為時間真的不夠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中間的主考官 他就問我說 嗯,那你為什麼會想去EFAP交換呢? 你怎麼查到這些課程的 課程不就是都在網站上嗎? 那當下我真的是超級難回答 所以我就是再重申了一下我的申請動機 那再來最後一個主考官就是那個外師 他就問我說 那你覺得你交換完可以為台灣帶回什麼? 蛤? 就真的還蠻難的 對,然後我其實有點後悔 我覺得我當下一定要講 因為我是在做YouTube頻道 那我就要說我可能可以在那邊拍很多影片啊 然後在台灣有想去交換的人 他們可以見我的影片來認識那個國家 跟交換支度等等等 反正我覺得那一題是打得超爛 讓我超級興趣 但是此時此刻 叮! 那個鈴就響了 我就離開了 對 因為我離開時真的是興趣到不行 然後說完了完了完了 我毀了整場面試 但誰料 最後我的面試成績竟然是第一名 對,所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就是你的自我介紹真的是重要到不行 我們這邊一個月先從口試往回推 因為你口試完基本上就是等而已 所以那段時間就先不要算 然後這天你就要開始準備你的自傳升級動機跟讀書計畫 這個需要時間費神費力的東西 一定要第一個準備 而且要提早準備 好,那我覺得花兩個禮拜的時間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完成了 那英文版本就大概花個五天就可以 因為如果你要真的非常有效率去做這件事情 可以先直接把中文內容放到線上的系統 然後翻譯成英文 對,然後再做修改以及文字的替換 為什麼會說要排兩吋大頭貼 因為你在英文在學證你這邊會需要用到 然後你在日後申請簽證啊 然後申請國際駕照啊 申請一堆文件 都一定會用到大頭貼 所以大家趕快去排大頭貼 這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我排到這天是因為想說你都要外出了 那你不如當天去把這件事完成 然後再到學校去 那到了學校之後 喔這個沒有造時間牌 先忽略 好,但確實我們要先去影印店 去列印你的腹外申請表 就是你已經在電腦上打好的封面圖 要把你的大頭貼貼上去 到細版去改章 那再來你就要去教務處 去申請你的英文成績單 以及英文在學證明 那今天就差不多這樣結束了 那為什麼會要你這麼早 就一定要去申請這些文件呢 是因為英文成績單 以及在學證明 一定要通過教務處那邊申請 那他們需要三到四天的工作時間 而且不含假日 所以禮拜一去的話 禮拜五就保證你一定拿得到 三個月之內沒去拿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就等他一下 等到下禮拜一 就是做最後一次跑件的時候 再一併把它拿走 那馬上到禮拜一 這一天 就是你領取英文成績單 還有再學證明的一天 你領完之後 帶著你英文 檢定你成績單 以及你的自傳讀書計劃 以及申請動機的電子檔 一起到影音店 大家講說 你這些是要封交 然後是要做交換學生的 OK那等你所有的資料都移印完 然後也掃描成電子檔 存在你的電腦後 為什麼我要說一定要掃描電子檔 因為掃描自己是要另外加錢的 但是你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這些在學證明啊 英文檢定啊 之後在申請簽證的時候 都會用到 好 當你的封裝完之後 你要記得你去印你的身份證 以及戶籍成本 然後就可以把後期資料 以及你的申請表 一起帶給國際處 然後跟他們講說 你要申請交換學生 拿你一天 在填完線上的報名表之後 都完成了 所以再來就是花 快一個禮拜的時間 來準備你的口試 那我為什麼會說 只要一個禮拜呢 就剛剛大家聽完那個口試 應該就會知道說 最重要就是 自我介紹吧 那自我介紹就是 你可以用背的 就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自我介紹 然後有些問答題目 你就可以看網路上的做練習 比如說雅思他們就很常有這種 口試的一對一的面試影片 那你就可以去做參考 就把一些基本的提心背下來 然後怎麼應對背下來 那就可以了 好的 我終於講完了 以上就是我怎麼做背審資料 以及準備我的英文口試 以及怎麼在一個月內 就把所有升級流程都跑完 那希望今天分享有幫助到 想去交換的各位 那未來花生做起都會推出 非常多在歐洲 在韓國的影片 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這些韓國片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小花生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